全美最火新闻近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4年的8月23号星期五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哪些主要内容 民主党大会收官 贺锦丽接受提名阐述愿景 怒发40多条帖子 川普回应贺锦丽提名演讲 沙利文将访问 美国中文电视APP9月起全面升级改版 您可以轻松实现手机看资讯 刷视频 观直播 还有数百部经典电视剧等着您 欢迎在苹果应用商店 谷歌应用商店下载美国中文电视APP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余卫生行美国花旗生 中国自由行 花旗生中美碌碌通服务 美国下单中国三天收获 美国花旗生农业总会 官方品质保证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帮你帮你 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周四进入了收官之夜 副总统贺锦丽正式接受了 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他也通过在大会上的演讲 再次阐述了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愿景 来看前方记者从现场发挥的报道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周四在芝加哥进入收官之夜 副总统贺锦丽当晚正式接受了 民主党内的总统候选人提名 他也通过在DNC大会上的演讲 再次阐述了自己的一系列施政愿景 值得注意的是 周四当天也是贺锦丽与丈夫 道格·艾姆霍夫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 他在登上舞台后 立即向自己的丈夫表达了爱意 自信任总统拜登 一个月前宣布退出2024大选以来 被清点接棒的副总统贺锦丽 就不断遭遇来自共和党竞选对手的质疑 特别是他作为副总统 在应对南部边境问题上的立场 以及他在经济和外交领域 并不丰富的资历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指出 贺锦丽在面对川普时的最大挑战 就是他没有经历过民主党内初选的残酷竞争 以及他必须在接棒拜登后 用最短的时间 向所有选民提出自己未来的施政主张 在重重压力之下 贺锦丽直到上周才公布了自己的经济政策愿景 而他所提出的计划 基本上是对拜登经济学的延续和进一步扩大 包括降低家庭成本 扩大经济试用房 以及为中产阶级减税等 而在周四的DNC大会上 贺锦丽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在边境和移民政策 维护女性升职权力 维护投票权 以及在外交政策领域的主张 特别是对结束加沙战争 以及完成以哈人质交换协议的立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有助于消除进步派人士对他的潜在质疑 甚至是帮助他吸引到更多的中间选民 此外 贺锦丽在当晚的演讲中 还着重描绘了他来自印度裔和亚买加裔 美国人移民家庭的背景 并把自己与川普之间的选战描绘成为了 一位检察官与罪犯之间的斗争 Donald Trump tried to throw away your votes when he failed he sent an armed mob to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and now for an entirely different set of crimes he was found guilty of fraud by a jury of everyday Americans and separately and separately found liable for committing sexual abuse 贺锦丽还强调 如果川普赢得今年的大选 将会把国家重新带回一条危险的道路 特别是在最高法院不久前裁定 川普在总统任期内的官方行为 拥有刑事豁免权的背景之下 除了对川普进行攻击外 贺锦丽还将自己提出的机会经济学 与保守派共和党人提出的2025计划 进行了对比 他并描绘了一条国家前进的新道路 And let me say I know there are people of various political views watching tonight and I want you to know I promise to be a president for all Americans You can always trust me To put country above party and self To hold sacred 回顾在芝加哥举行的2024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在过去的四天里 我们见证了现任总统拜登的党内告别演说 感受到了两位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和米歇尔的政治魅力 也重温了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的光辉时刻 更目睹了民主党新一代旗帜人物贺锦丽的冉冉升起 这种团结的氛围和不断开拓未来的精神 可能是DNC大会给所有人最大的感受 而这也与上个月在密尔沃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川普王者归来般的强势独角戏形成了鲜明对比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两党全代会均以落下为幕 2024大选将会进入最后的决胜冲刺阶段 无论是贺锦丽还是川普最终胜选 他们都将会在史册上书写一个又一个的新记录 而目睹这一切的我们也注定都将会成为 这个大时代中的一分子 继续来关注大选方面的消息 副总统贺锦丽周四晚上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讲时 前总统川普对他做出了愤怒的回应 在贺锦丽讲话时 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了40多条帖子 对贺锦丽的演讲进行了批评 贺锦丽结束演讲时 川普在Truth Social上发帖说 三年半来他什么都没做 只会说说而已 今晚他就是这样的 他抱怨一切 但什么都不做 他现在应该结束演讲去华盛顿特区 关闭边境 并开始做那些他一直抱怨 但尚未完成的事情 贺锦丽发表演讲之后 川普在福克斯新闻节目当中再次重申 他觉得贺锦丽抱怨的太多了 在贺锦丽演讲的一开始 川普就对他的演讲风格进行了人身攻击 说他说谢谢的次数太多了 而且他过多的谈论了自己的童年 当贺锦丽谈到川普的法律麻烦 以及在2021年1月6号 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大厦时 川普变得尤其愤怒 川普用大写字母写道 他是在说我吗 在最长的一条推文当中 川普为自己在堕胎计划生育和试管婴儿方面的立场进行了辩护 贺锦丽指责他想签署一项全国堕胎禁令 川普说民主党人说他想限制计划生育和试管婴儿是在撒谎 他说他不想这样做 在贺锦丽将共和党人有争议的2025计划 与参与其中的前川普政府官员联系起来之后 川普再次试图与2025计划保持距离 川普说他知道我和2025计划没有任何关系 在贺锦丽演讲时 川普还抨击了他在社会保障经济边境安全和犯罪方面的言论 来关注美中关系方面的消息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周五宣布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于下周访问中国 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 媒体报道称本次会晤会为两国元首在年底前的会晤 普鲁这位美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 本次会晤将于8月27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 沙利文将与王毅讨论中国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 以及南海朝鲜中东缅甸局势和人工智能等问题 这将是沙利文首次访问北京 此前沙利文和王毅曾于去年5月和9月分别在维也纳和马尔他会晤 并于今年1月底在泰国曼谷会晤 Axos报道说沙利文此次访华预计将为今年晚些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可能的会晤奠定基础 以延续去年11月加州拜习会的成果 在大选之后不久 今年的APAC峰会和G20峰会将于11月中旬分别在秘鲁和巴西举行 沙利文此次出访正值总统大选火热之际 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来说 美中关系是一个关键的外交政策议题 美高级官员表示此次访问不应与美国大选联系过于紧密 好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 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五暗示将在不久的将来降息 不过他拒绝透露具体的降息时间和幅度 鲍威尔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联储年度会议上发表了备受期待的主题演讲 他说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 前进的方向是明确的 降息的时机和步伐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数据 不断变化的前景以及风险平衡 在市场等待货币政策走向的指引之际 鲍威尔同样关注通胀方面的进展 并表示联储现在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其双重使命的另一方面 即确保经济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 他说通胀已经显著下降 劳动力市场不再过热 目前的形势也不像疫情前那样紧张 他誓言将近一切努力确保劳动力市场强劲 并继续在通胀方面取得进展 鲍威尔开始讲话之后 股市继续上涨 而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降 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表述 交易员们一致认为 联储将在9月份的会议上降息 但对于降息的幅度有多大 还没有达成共识 来关注生活方面的资讯 由于以哈冲突计划红海危机 途经当地航线的亚洲商船被迫改线 导致华人超市进口中国商品的时间和成本增加 月品和大米等生活物品都涨价 来看本台记者的采访报道 由于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持续冲突 导致的中东局势不稳 依赖红海货运航线的中国及东南亚商船 近月来被迫改线 增加的运输时长 令亚洲商品进口价格在本月持续上涨 经营中国商品超市的华人业主坦言 生意难做 一般我们东南亚 泰国 菲律宾 越南 包括我们中国的货运 全部要通过那个海域 所以那个海域它现在就是产生一个 就是一个战争方面 它会怕那个攻击到那个商船上面 因为以前它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它导致要把这个 等于说那个距离要绕了 多了一圈 整个航道变了 现在加上那个时间也拉长了 包括那个货运也涨价了 所以说对我们也好 对那个批发商业都不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消息 超市业主在进口中国月饼时感受到了价格差异 表示月饼的竞价普遍增加了10% 而备受华人喜爱的泰国大米价格也连番上涨 一般晚年这个月饼的价钱都是幅度很少的 就上5%都可能 因为它现在货运差不多涨了一倍 所以说4000多涨到了14000多 就是所有的成本要压在这个货运的一个成本上面 所以导致这个月饼的物价全部要提升 听说此消息的华人消费者感到生活压力日增 感慨不知道物价上涨何时是尽头 它一直都在涨 那么我就觉得 平成之后一直在价位一直都在涨 那我没感觉有降价的时候 我10年之前在美国的地方 那时候你就花了4、50块钱买一大堆东西 现在上市没有100多 买点东西有100多 所有的都干 那你上老外的超市平坦还贵 你去中间超市要费多了 来关注治安方面的消息 近日纽约皇后区一所民宅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两名男子假扮成维修工人实施犯罪 来看记者发会的报道 本周二下午约两点 纽约皇后区一所民宅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 根据市警104分局的消息 两名男子假扮成维修工人实施犯罪 其中一名穿着工作服的男子在与28岁的受害者隔着房门交谈后 得到允许进入屋内 另一名男子拎着工具箱尾随其后 进入屋内后持枪抢走18000元现金和一条金手链 屋内还有一名70岁的女性受害者 索性无人员伤亡 发拉省维护社区治安的PSP巡逻队负责人李启基提醒民众 类似的案件在纽约已发生多起 他建议民众在住宅门廊处安装监控摄像头 可在屋内查看屋外情况以提高安全性 在接收快递或遇到自称是政府人员的来访时 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房子外面啊房子里面啊都要装好几个镜头 要全方位在手指上面可以看到的 就确保你这只房子的安全 送货上门的送货员 那些出地员 他们安理门铃等你出去拿的那个 邮件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开门 你就装扎里没有人啊 他们应该就把那些 啊 副饼放在门外面的 如果说要签收的话呢 你可以跟他们说啊 安排到他们的办公室 只只去拿锤 千万不要开门给他们 目前两名嫌疑人仍在逃 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任何相关信息可拨打止罪热线 18005778477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您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么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请不吝点赞关注